嘿喲 哈囉各位 這裡是麗智老闆台 我是布拉公的好朋友 台灣最潮修不是阿里 那今天呢 阿里帶大家來到一個 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有滿滿的工藝 滿滿的藝術 我們來到的是 劉敬文木雕工作室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免俗的想要拜託大家一下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FB跟IG的粉絲專頁 也記得幫我們追蹤起來哦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囉 Let's go 好的 那今天呢 又到了我們的 神開箱的主題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島上的這三位 就是天上聖母 跟千妍跟孫鳳兒 那這三尊神像 真的阿里剛才一看 驚為天人 滿滿的藝術感 首先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尊 天上聖母 這一尊呢 他跟阿里年紀差不多啦 他1986年 齁 真的耶 然後他的製作的師傅是 陳喜春師傅 他的特色在哪裡是 因為他是 我們 祺春師傅 自己爭的佛樂第二尊 所以他有 很有一些 在台灣工藝史上 他也算是一個 非常 有地位的一尊神像了啦 然後以現在 祺春師傅在台灣工藝界的地位 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格了啦 最有特色是他的 在後面 因為是鐵仔爺 他是鐵仔爺喔 他是分椅的 椅子是後來 金門師傅 沒想到自己在上座的 然後他 我給他稍微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他有身份認證的 身份認證的是 他在背部呢 有什麼 秉穎年1986 起春靜坐 我們很仔細地看這尊媽祖 他身上的粉線 其實是很細緻 很立體 很漂亮 他 的呈現手法啦 也不會淪為 跟我們一般看的 是呈現看的那種氣氛 一樣 他有一點比較特殊是 你看起來的呈現方 他有點 類似藝術品 就是藝術品的呈現方式 教授說 欸 用一張小小一點 縮起來縮起來的 任務 把它打開 讓他增添了更多 獲得一種典雅的美感 這一尊神像 阿力之前都一直強調 我們如果金身 什麼樣貌 什麼樣的樣貌 什麼樣的樣式 要配合什麼樣的東西 如果這一頂的帽子 用比較 現代感的 就是比較大頂的 反而就會呈現 頭重腳輕 金門莎也滿有 藝術sense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 高鐵 看起來不會這麼大 高鐵的底下 呈現出一個點牙感 然後再拿上一支浴乳液 所以 做氣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段 今天就一次講了三尊 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兩尊 他是 劉靖雯師傅 自己贈的 這兩尊都得過獎 好 我仔細看了一下 為什麼會得獎 他不大 你來這裡的比例詞 你看我手 他不大尊 但是卻可以做出滿滿的細節 他的手 你看他的手比較多 比我一個指節還小 可是他所有的關節 能走出來 然後手指頭 這應該多細緻 你看手臀柔柔 這其實 裝佛這種東西 雕刻這種東西 越小越細緻 就越難做 不然他可能 賺到一半這麼長 你看他兩尊 他完全不一樣的手法 這尊是 尾聲鋪做氣線的 這尊是做 金鋪的 雕刻手法 還加了一點 香鮮在上面 就這樣說 雕刻的手法 在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早期金文師 他其實他做氣線是 非常漂亮 人都知道 要做氣線這種東西 這種工藝 其實他很傷眼力 做好眼力 金文師 後來他慢慢的轉向心 做雕刻的工藝之後 所以導致很多人都不知道 金文師 其實他的政筆 的氣線是很厲害的 對 剛好今天有幸 來這裡看看 這組 鐵船三的筆 像金文師的高雄 這是一個傳承 一起呈現 三種不一樣的手法 這尊 他很多小巧思 這尊 因為他剛好是兩個實體 做的 也剛好用兩種不一樣的 技法來做 這尊也遇到 都做出來 這尊的遇到也長下來 這尊以這原理 也是原理 這尊以這威力 你會怕說 他是不是沒有合作 是有些什麼 以他們的整體來說 他們是合作的 只是他們的構圖不一樣 那阿力在這兩尊身上 看到 我一個我很喜歡的技法 就是 他的皮膚 蓋的鞋子 雕環之後 然後再上色 所以還可以看得到 他的 道路 刀路 還可以看得到 他木頭的紋路 但卻是有顏色在上面 這個做法 其實 一傳統全部都會說 才會做這樣 但是如果以藝術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藝術呈現的方式 然後加上你看他的鞋子 這兩尊的鞋子 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種手法 他讓他們兩個穿的是靴子 而且是很有現代感的靴子喔 這鞋子狂的超有現代感的 阿力是最潮修護士嘛 這應該是 八孔馬丁鞋 然後沒有白鞋 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他的高度應該是八孔的啦 他這兩尊也沒有給他擦什麼 他就是木頭 小小懶垃圾 所以呢 仔細看是可以看得到木蚊 刀工 然後最主要是他這個 折路 靴子的折痕 很自然 很主人 很漂亮 這兩尊我跟他說 很潮 我喜歡他很潮 他們兩尊是穿的是紋袍 紋袍 所以他就是有一種 文雅 又帶一點粗獷 這種衝突的時尚美感 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現在他們 都是拜馬祖國 現在他們的工作是跟他們老子有家 就是在我們台南市的馬祖國 境裡面 所以他們家族 以前就是我們在馬祖國 會出出的地 出出的地 所以他們家還是會擺 天上心 也跟陳彥安順風蜜 加上他自己本身 都是鐵川西國的土地 然後也在傳統工藝上 那就是發展在我們的工藝上 所以最近 在台灣的工藝界 今文雅已經快跟同 工藝上的工藝上的感覺 因為他除了自己製作之外 他也滿致力於在這個工藝的發展 跟這個工藝就推廣 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地方 是他接下來的一個展示和講座空間 他真的很有心在做這件事 待會我就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他裡面的東西 和他的工作狀況 還要介紹一下 家當日照六 讓大家看一下 Let's go 在幹嘛 有 這幾個就是 家當日照六的太書藝 這是一種享受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現在坐的這顆 就是我們 柳經緣師傅的 家當日照六的太書藝 然後 什麼是 家當日照六的 這個東西 他上次我在 無緣的時候 有跟大家粗略的講了一下 他這種技法就是 一目鑲嵌 鑲嵌技法在家具史上 其實他可以回收到 蠻久以前 只是在 我們浮沉這裡 就是會把 兩種木頭 做鑲嵌的 藝術表現 它是怎麼做的 我們來這裡看看喔 這個就是 半成品 它就是 下面是一種木材 上面又另外一種木材 挖了洞 把東西挖洞 挖洞之後 他把這樣的東西 把它砍進去 它可以讓呈現 兩種不一樣顏色的藝術表現 這是家當日照六 因為在這邊呢 這個新的展示空間 其實有放了一些 完整 就是一定做好的新的作品 包括像 大大 這組太史以亞 還有 這一組 我們在看這些路的稿 它有分幾種的作法 一般人物性的就是有分 鑲嵩 鑲嵩 有的就像這個 花鳥 花鳥他們一般在做這些傳統工藝 他們會用的一些題材 或是比較一些吉祥含義的題材 比如說蝴蝶 蝴蝠 蝴蝠 就是福氣的藝術 喜鹊 還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吉祥意涵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空間 我們有看到幾組 很傳統的廟棚 這個廟棚就是 委託來這裡 要來做修復的 我們來看這組 這一組其實 就是放這組一樣 這組也是立的 基本就是因為早期 早期那些都很容易 屯息 所以看起來是立的 所以經過初步的 第一階段的修復之後 就是把它的 屯息都洗掉了 我們就可以發現 鑲嵌的技法就會跑出來了 它就是立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它家可能當時候 存放的關係 吸水都有一些藍子 一些藍子 都會掉下來 有一個概念是 木頭也是會跟著空氣 跟環境熱脹冷縮 包括他們那裡 以前用的膠 布料也是會提供 所以他們一定會掉下來 在我啦 我做修復的觀念來講 其實這種修東西 其實是比做新的還要難 你看看它的 這個輪廓之下 它的人要怎麼去 表現 要怎麼擲 要怎麼圍 那其實比我的新的更難 因為新的我們就是無中生有 但是這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 框架給你 那你只能在這個框架裡面 做出它的表現 那其實是一個很難的工作 所以我們待會 看有機會 來看一下這個個質 怎麼處理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現在的 我們就是 對我們展示空間 這裡 走來去 工作空間 那 劉金雲雕刻工作室 它 有個特色啦 完完全全的 是現場製作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觀賞一下 財富 照片給我們看 對啊 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 就是在 畫那個 線稿 對 就是把 要修復的線稿 畫回來 對 對 就像我講的 這是 剋高 把那個稿 畫下來 之後做修復的時候 的一些線稿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門塞正在 標 減塞 減塞的頭 啊 就可以來這邊看到 塞魚真的是 手腳的 對 不是人家現在 有的都用機械車 有沒有 正常雕刻 就是我們看到的 正常雕刻 這就是 我們 加當日常流的 工藝技法 它就是 你沒辦法開始 去 細雕 你看到 很明顯的就是 它兩種顏色 就可以直接呈現 這一幅 它是 我們 做雕的 旁邊堂的呈現 它是 主要它的故事題材 是 36關將 所以它蠻精彩的 你看人家的臉 其實很細緻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兩個構件 這樣做的就是 鑲嵌 技術就是 加一塊 加一塊 然後把它 倒起來之後 然後 密合 要完全把它密合 把它倒進去 這樣就砍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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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密合度 很費工 很費工 這真的很費工 所以 有些人說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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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會比一般的調配還要再高一點 因為它的工序都多了好幾道 所以就是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好的 那我們 我們 經過了介紹 劉敬文老師的這一系列的 他們家的 麻糟牛牛 到他的工作 他的作品 那我們今天呢 再訪問完他之後 又隔了一小段時間 才來拍這個結尾 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當天 有跟劉敬文老師 商討了一些小作品 就是這 這就是劉敬文老師的 做的 加當日久留 來行人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在頻道裡面 很多不拉空都知道 加當日久留這種東西 它是 價格不菲啦 所以我們就特地呢 請 劉師傅幫我們做這個 很精美的一個小吊牌 小吊式 為什麼會做這個呢 因為 在這支影片的最後 我們就是 要來給大家一個小活動 就是我們 勵志老人海的 破萬人感謝季 我們訂閱終於破萬了 所以呢 我們就花了一點點錢 也不是一點 這個真的是 有史以來 我們頻道 送過的紀念品裡面 最高檔的 也是最高價的一個紀念品 只有三個 因為更多 我沒有買的屁啊 這個真的很貴 不便宜耶 而且不是機械做的喔 這真的是 師父手工做出來的喔 手工去雕刻 手工去弄這些東西 真的是 何金文老師 特別特別 撥控出來 幫我們做這三個紀念品的 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的紀念品的 價值性比較高 所以呢 這次的抽獎呢 會有一點點 比較小複雜一點點 但是 如果小的人 我相信 這不會很複雜吧 我們這一次的 活動的辦法就是 你要先到YouTube 去截圖 你有訂閱的截圖 跟之前一樣 有截圖 然後到FB的影片下方 留言 Tag 四個朋友 然後再把那個截圖 放在你的留言裡面 然後影片呢 記得按右下方 有個分享 然後開啟 公開分享 我們會用系統去抓 要公開分享 才有算 你要分享到個人頁面 OK 或者是分享到 各段社團也OK 那都沒關係 你自己開心就好 所以你如果想說 你有想要多多機會 我們一個人留言 一百萬也沒關係 然後你再take 四個朋友 我也沒差了 之後呢 大家就 報備嘛 以後可能就是 大家一起幫阿力衝一下人數 可能這次一萬感謝祭 接下來就有 三萬感謝祭 然後五萬感謝祭 然後 十萬可能 就來個瘋狂大感謝祭 阿就是 要有更多的福利 就要大家 更加的支持我們的頻道 那記得 在影片的最後 一樣 不免俗的 跟大家提醒一下 要按讚 訂閱加分享 阿這次的活動呢 大家踴躍的參加起來 因為機會難得喔 那 立志按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See you